大家好 我是郑伯仁律师 我也是Arcadia的副市长 谢谢你来我的频道 律师怎么说 我发觉说华人经常来美国的时候 有很多的问题 其实他们都一直在脑海里面 不知道怎么答复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这频道 可以帮助我们的华人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郑伯仁律师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 是华人最喜欢听的就是地产法 加州因为律师参与在很多的不动产是很少 加州的话是有一个东西叫Title Insurance Title Insurance的话就是会有一个机构 一个公司 他会专门说这个不动产是百分之百 你拿过来的是你的 可是Title有一个问题 Title上一般会有一个东西叫Exclusion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愿意保证 你百分之一百买到的地产是这个 可是有很多的部分我们不愿意保 很多的地产经纪 因为他们不是律师 他们不会跟你讲说 有很多的东西 保险不愿意保 所以保险的问题在加州 很多保单都是写的一模一样 我们华人我们不懂保单 我们就看说保险公司保了就OK了 因为这好像是一个好事 对是一个好事 可是不是一个好事是什么呢 保单里面一般会写说 某某这个情况发生 我们就不会保他 这个买卖房子 买卖不动产 地产 这个包含什么 劳工的纠纷 很多的这个劳工的纠纷的话 他们也会写在里面 我讲一个例子 这个工商的纠纷 如果你的员工在那里打架 一般的雇主会觉得说 我的保险应该会垫这个事情 可是很多的保单里面会写说 如果你的员工有打架的话 没有保 可能要多付一点钱 你才愿意 在车子的话也是一模一样 我买一个这个开车的保险 很多人最后撞到别人了 他会觉得 因为别人的疏忽 当然我保险公司会付我钱 你这是错的 很多的保单里面是写说 你撞到别人 我们愿意理赔 可是如果你撞到别人 是你自己的错误的话 然后别人没有保险 不好意思 我不愿意付给你 保险有分成两种 大种关于这个Title Insurance 一个是叫ALTA 第二个是叫CLTA 很快跟你讲 A A是什么 我们就讲说是America C是什么 我们是讲California 虽然不是这个意思 A比C还大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是 他给你一个ALTA还是CLTA呢 你就买一个ALTA 会更比较保护你 A比C还大 你会更比较保护你 所以我会说 A比C还大 PROPERTY EASEMENT A比C还大 是什么 意思就是在你买的时候 在你的地上 你有承诺别人可以用到你的地 所以今天我讲一个例子 如果今天在你的路上 还是你的地上 你要买 你看到一个墙 你觉得说这个墙 我最后我要把它打掉 如果你上面有一个EASEMENT 那个上面墙是允许 对方邻居把它放在上面 你不能把它打掉 然后很多的人不知道 他觉得说他今天买一个地 不管这个地 有瑕疵 不管是什么 最后买了 百分之百是你的 可是你一定要记得 如果有EASEMENT 在上面 你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把它拿掉 然后你的EASEMENT 如果有写在TITLE上 这个不是一个瑕疵 所以有的人 他们现在他们是在找空地 然后看到可能有电线杆在上面 他们觉得说我最后买下来 好便宜 把这地买下来 电线杆把它拿掉 因为这个不是我的字 地是我 然后最后可以盖很多的房子 最后买了以后发觉有EASEMENT 电公司它有一个EASEMENT在上面 那EASEMENT是99年 那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能把这个电线杆把它拿掉 所以最后这个地 为什么很便宜 所以EASEMENT很重要 再记得一次 地产经济不是律师 你要搞地产经济不是那么容易 地产经济是为了这个过程 它不是律师 你要地产经济去让你知道EASEMENT是什么 让你知道Triple Net Lease是什么 这个的话我觉得第一地产经济不知道 第二你告他是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三法律上是讲说 如果你是靠地产经济为一个法律的结论 这个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为 这个不会帮助你 如果你觉得是有欺诈的行为 很多人有问 今天如果你在很多的亚洲的国家 你一定要当居民才可以买 欧洲也是一模一样 有的时候是当居民 有的时候是当他们的公民 你才可以买卖生意 才可以开个公司 才可以买卖不动产 加州你什么都不需要 你可以当一个非法移民 你都可以买房子 这个都是合法的行为 很多的华人现在有听说 在社会上有听到说 如果买了一个房子 可能因为这样子可以拿到一个绿卡 法律上没有这样子讲 当然这个是一个因素 在几个移民的类别里面 可以让你证明说 你要当一个美国的居民 可是这不会因为你买了一个房子 你一定可以拿到一个绿卡 这个在社会上听到的 我很不满意 因为也有很多律师这样子跟客户讲 美国的法律跟国外是不一样 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国外的居民 你可以在美国买不动产 你可以在美国买房地产 你也可以在美国开公司 这个跟别的法律是不一样 所以我再讲一次 你是从国外的人 你今天想开一个公司 你想买房地产 你是可以做的 虽然你不是一个美国的居民 所以今天很多人来找我 是为了什么 赶房客 还是可能会被赶走的房客 要怎么办 从10月1号开始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赶房客了 所以这个话要让你知道说 这个是一个合法的行为 赶房客 如果是一个商业的房客 比较难 可是今天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房客 然后是一般的房子 这个别墅一般的房子的话 是很容易可以把你赶走 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 你最基本 你要付25%的房租给房东 你要马上做 如果你没有做的话 马上房东就可以把你赶走 那当然也有很多法律规定就是 房东要把你赶走的话 他也要想办法去从政府 拿这个理赔 拿这个损失 可是我可以跟你讲 现在有很多的房客来找我们 因为房东是合法的把他赶走 我们现在也在赶很多的房客 我们是用合法的行为把人家赶走 虽然有疫情 然后这个过程 这个的话 没有一个法律说 你不能把他赶走 最后一个问题 很多人会问 今天买卖的话 确实需要一个律师吗 其实你是不需要 90%到95的案子 我看到的时候 不会有纠纷 可是为什么 律师是很好参与在里面呢 是因为律师会把条文放在里面 万一有纠纷要怎么办 有没有模棱两可的地方在协议里面 因为很多协议不是律师写的 虽然稿子是存在 所以在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觉得律师会很好 花的钱多不多 花的钱不多 有收一个五千一万块的律师的费用 就可以解决你很多的 未来的可能会发生的纠纷 所以我觉得从律师的角度 律师是很好 参与在一个案子里面 今天这是我们本系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给我一个点赞留言跟订阅 谢谢 谢谢